从好声音毕业一年的内地歌手吴墨仇 最近与海外服装品牌合作 在上海以时装设计师身份亮相 前卫的造型让吴墨仇每每出现 都能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但被问到是否有意推出个人服装品牌时 吴墨仇的回答倒是挺谨慎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未知的 然后我觉得如果能受到大家的肯定和喜欢 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 然后会不会继续呢 我觉得一些都要顺其自然了吧 张仁的音乐风格和时尚造型 这样在乐坛的发展轨迹 不免让人拿它与尚文杰进行比较 前段时间两人先后亮相海外时装秀场 时尚造型再度获得关注 对于外界将它与尚文杰做比较 吴墨仇其实并不介意 我相信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在音乐上 大家都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努力 就是加油 就是想让所有支持自己的粉丝和朋友 看到自己的努力和一个进步 所以说我不在乎比较 我觉得每个人的努力和他的 无论是造型还是音乐 它是只要是认真的 我觉得就是值得尊敬的 I believe I can I believe I do 用尽我青春 换一个如好梦 噢 我是 谢谢观看